巴西里约奥运顺利告一段落 中华队拿下一金二同三面奖牌 中华台北奥运巴西后援会 也特别盛大举办了庆功宴及欢送会 惠宗更特别献花给了举重金牌许淑敬 和铜牌郭信纯 表达桥界满满的热情 里约奥运赛纯结束后 巴西各桥团盛大宴请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 疫情55人在总领队陈士奎带领下 先是接受巴西台商会的邀请 驱车三小时前往一天休闲烤肉餐厅 享受巴西最道地的烧烤 在台商的热情招待下 每个人吃得津津有味相当开心 然后转往圣保罗文化中心 聆听客家中心主任委员张永熙 从政总会会长廖仁皇 检介客家中心的严格和现况 大家对于能有一栋美轮美奂的大楼 是属于乔包的家都赞誉有家 庆功宴祭欢送会在文化中心二楼盛大举行 世华妇女会巴西分会的工作团队 将会场装点的美轮美奂 热情欢迎中华队的到来 主办的中华台北奥运巴西后援会 总会长杨国宪 感谢选手们努力不懈 为台湾赢得一金二铜的好成绩 振奋党地侨胞 那金牌先收通牌先收的 今天也在这个主持无畏的代表团里面 所以说我们今天举办盛大的庆功晚会 我们是请圣保罗最好的餐厅 西屋酒驾来办海鲜酒席 我们侨胞都热心赞助跟参与 率领中华队前来的陈世奎总领队 向全场介绍了当天出席的各项比赛选手 同时感谢侨胞们的热情 在遥远的异乡 奋力为选手们加油 非常谢谢巴西的侨胞组织的后援会 来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 我们的奥运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这边体制到侨胞对于国家的忠诚 以及侨胞对于我们的爱护 那么我在这边代表我们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 再度的感谢侨胞对我们的支持 照顾与爱护 代表助胜保罗办事处长王启文前来的秘书卢奕璇 对于能够亲眼见证奥运盛事相当感动 也赞赏选手们在赛场上展现出 十足的运动家精神与毅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非常的敬佩我们国家的选手 非常感谢他们在各个项目的运动场上 都拿出运动家的精神 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其实也发挥了我们台湾人的毅力 后援会总会长杨国宪 以及副总会长林刘素花 分别献花给举重金牌许竹静 和铜牌郭信纯 感谢他们为国珍光 陈世奎也代表回赠礼物给杨国宪 和胡云光林刘素花 廖清杰三位副总会长 气氛热闹温馨 后援会干部和贵宾们上台合唱 代表加点牙 以满满的歌声和祝福声 欢迎中华代表队离开 让我们念十六视频 八十顺保罗采访报道 我念十六视频